中國就很崇拜一位似乎在中國找不到的一種特質的企業家 這位企業家就叫做馬斯克 識整這個電動車之餘就可以去火星移民 而且在這裡做得到 不過最近這位很成功的科技大坑就已經是轉型做這個資本家 特色就是無罪擴張追求壟斷 其實在美國來說沒有什麼不對的 如何追求壟斷和無罪擴張 既然賺完大錢之餘 就是Tesla賺完大錢之餘 可能市值不斷增加之餘 就開始買東西了 首先他就是想著進軍這個傳媒 談好了買Twitter 這個新聞就不太新了 大家都知道 但是很多負面的東西出來了 馬斯克就被懷疑是美奸 即是出賣美國利益的一個奸仔 本來是天之嬌子 做什麼都有人拍手掌 你叫他買加密幣 加密幣就馬上升 你叫火星移民 那些人當然想著什麼時候去火星 為什麼買Twitter出問題呢 就是因為Tesla之所以能夠變成今天一個關鍵 為什麼呢 Tesla就很厲害 設計一流 和這個概念一流 但是沒有生產 生產力不夠 找不到你生產 在美國不用說 他的製作品逃空了 而且成本很重 在這個2019年應該 2018年去上海談 2019年在上海設廠 你知道上海是一個 都是一個很有工業基礎的地方 很快Tesla的廠找到幾千 八千工人 馬上就可以成軍 解決了產能不同 你知道多厲害的東西 多受歡迎的東西 要排隊買就沒有意思 就是說等於你去一間排隊店 外面排隊區 尼頓島也不關你的事 大哥 進來坐給錢才是錢 Tesla說每個品牌很厲害 但是每個都排隊賣 沒有意思 上海的廠 就令到Tesla 完全是脫胎換骨 馬斯克一躍而成 世界首富 他的概念 彭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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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 原則上這件事就是中美合作 這些雙贏的一個典化 今時今日 你知道美國瘋狂地去制華 瘋狂地去抗華 連布林項都準備 就會公佈一系列非常之嚴謹 對付中國的這些政策 甚至亞太區 印太區 美國將會和中國咬手掛 在這個基礎之下 人們就說 你賣車而已 弄火箭而已 你搞Twitter 好了 首先 你意欲何謂呢 馬斯克就說 我當然覺得Twitter正 這個世界局的平台 還有我想堅持這個議論自由 我買了之後 你就在這裡罵我都沒有問題 大哥 你真是天真 罵不罵你這個不是問題 人們就說 你和中國做這麼大的生意 在上海這麼成功 你這麼大的收入來源 起中國的關係利益 你買了Twitter之後 這個是全球的重要的平台 你會不會走去 真是叫做 出賣我們美國的利益呢 譬如說 你知道中國對你很多審查 很多東西 可能抓你去爆料 提供這個 資訊又不頂 影響你又不頂 你知道Twitter就是 戰狼外交的很重要的工具 戰狼外交就是外交部 不斷發表一些 真的對抗這些信息戰 對抗西方滿黑的一個很重要的工具 你買Twitter 你和中國的關係 不行的 最活該死的是誰呢 就是我那些人陰險 真的沒有樣子看 亞馬遜那個叫背左師 你看他的樣子很敦厚 相當之很笑容 還有說話沒有馬遜那麼囂張 不過他又炸彈彈 又建了他的社交平台 就說了 擺明就說 馬遜上海建中國的關係這麼複雜 我真的有點害怕 不過我又相信馬遜很善於處理這些複雜關係的人 處理得很好的 說完又兜 但是你這個這麼重 綁人不理他也叫做第二手褲 這個亞馬遜的創辦人 真的很厲害 然後傳媒就立刻去跟進 立刻去跟風 所以這個邏約時報就立刻有一篇文章就在這裡數了 喂 這個中國非常專制 非常之刻意用一些社交媒體影響世界 影響他們國內 就是中國國內的民意民情 現在呢 有合理懷疑 所以馬遜真的會出現問題 這個所謂的問題就是 只要來說 特斯拉特斯拉的車太依靠上海了 太依靠中國了 那你真的 如果被人抓住了 碰腳 或者如何威脅你 我真的很懷疑你 你會不會突然間就是做了這個美艦 剛才說馬遜一 他是在南非一世 他爸爸是南非人 他媽媽是加拿大人 就是他爸媽都不是美國人 他也都不是在美國一世 你說他是不是美國人呢 當然是美國人 但是似乎 你的血統都不是很好 都不是說什麼 當然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都是什麼 但是我想講清楚 這個巴士的報告文章 就是 Tag 評語文章 覺得很活該 就說 你不要把馬遜家是中國的女婿 對 馬遜家的心態是什麼 資本家 資本家沒有父母 意思就是他沒有父母 就是說也不會計這些 也不會計什麼 就是你說的話 所謂的資管家說超過300%的利潤 殺頭都做,你不合理懷疑這個資管家是對的 不過他都不會因為跟中國有什麼關係 因為他的利益關係在美國就更加深厚 所以這個第一件事 他不會變,就是比加的誘因就不是很高 賺錢美國的利益比中國為大 就是了,你試試他被美國驅逐出境,甚至要走路的時候 他怎麼算呢?是一文不值的了 所以他沒有這個誘因,他會做這個美奸 當然了,他在那裡建廠而已,做車而已 那關Twitter什麼事呢?所以這個又不成立 第二件事,有一個的看法 我覺得也有些看法性的,不過這個也是可以提出來 這個海報就改造了,你看到這個就是大國民電影 Citizen Camp,我讀書的時候看過 籌款電影,大國民1940年 相當之轟動的一套電影,40年代 Citizen Camp是什麼呢?就是講一個杜月大亨 故小蓋是那個賭罪來的 這位杜月大亨臨死之前說了一句說話叫做 Rose Blood 大家都不知道什麼叫做玫瑰花 於是大家去查一下他,找了幾個人 慢慢堵塞了他這位傳媒大亨 他整個人的事職、愛情、做他的手段 終於也是最後在他那個雪梟裡面 找到這個Rose Blood 這個這樣的印記 原來他 孩童時候的一個不愉快的經歷 和這個母親分離之類 就是一個賭罪的方法去解開這個報業大亨之謎 當年就有人拍攝這個William Hux William Hux就是 如果要說他好像香港某被人拘捕的報業大亨 所謂叫做小報、線情報紙的人差不多了 他很成功 就說他好像要拍攝他 為什麼要把大國民黨Citizen Camp來比喻 這位就是接種了養的馬斯克 就是覺得很奇怪 就是馬斯克是不是想利用傳媒 收買的傳媒 來奉行你自己的個人意志呢 是不是去鞏固你的利益呢 我一聽就覺得也有點目定口外 你好像整班人都好像純情到好像剛剛 都像香港那些讀通式的中學生 你真的不知道什麼叫世界觀 什麼叫歷史觀 全個世界歐美的民主自由政體來說 三權分立就不是我們所謂的行政啊 立法啊這些什麼司法 不是這三權啊第一權 資本家就是賺到錢的 例如馬斯克 第二 那個構成 大眾傳媒 第三 當然就是政客 這個才是三權啊 資本家不買媒體 不買這個 所謂社交平台 就是不正常了 我告訴你 什麼叫大國民呢 你說四十年代 術世紀 你文字還未開啊 告訴你 北人背脊的那個叫背左絲 除了去做這個網購之外 他買了華盛頓郵報 你看看香港啊 很多大亨都很想掩止這個大眾傳媒 成功就不說了 只不過呢 就是你背左絲又如是 你這一位 就是 你說他不是中國人 不是美國人 當他是南非人 就是他都不算是真的 美國之子都好 他做這件事完全全正確啊 資本加上這個傳媒工具 三權分合裡面 就已經有兩權了 拿著這兩權 任何的政客 所謂的那些官員 就要聽名於你了 整個影子政府 整個影子國家 整個美國已經是的了 什麼出奇呢 你不如稍微出奇 就說他會和這個中國有關係 我覺得整件事就不是很合理 炒作就是最多了 至於呢 是不是有人借勢抹黑呢 就是說呢 講一下講一下 似乎就講這個大事大非 講一下事 又有事又有非 跟著呢 抹黑中國 其實呢 你不可以知道中國到了 因為中國是一個非常專制的國家 趁機宣傳 和打這個所謂的信息戰 就會令到整個西方的所謂的信任程度 對中國呢 是更加之有距離 這個呢 就是一個合理的猜想 是不是就不知道 不過呢 就是說 就是你說 馬斯克 第一 不是中國女性 第二 馬斯克 也都 是不是這個所謂 Citizen Can 在大國民呢 其實這件事呢 都不是 他作為一個資本家 就一定是無罪擴張 這個才是一個原本 美國人應該知道很清楚了 不知道為什麼他突然間 紐約時報 其他報紙都不順情 好了 所以說一下 最新的新聞就是說 郭外寧大家都知道 他是 美國人 媽媽是中國人 因為有中國的一半血統 但是他就放棄了 不參加這個美國國家隊 那就代表中國出席這個 北京的東奧 贏了兩金一銀 當時呢 非常轟動 也都是 變成一個夾心餅 第一件事就是 美國就相當之 對這個谷外寧 有意見 第一件事 我栽培訓練你 你要出生 你去了中國 代表這個滑雪這個項目 你贏了金牌銀牌 就等於變相地 剝奪了美國金牌銀牌的機會 這個差不多等同叛割 就是差不多他的意思 就是當時那些文情就是這樣 第二 也有很多些所謂中國的網民就說 你又似乎又不是很像中國人 那你現在跟他們出席這個出賽了 那你其實是否想著來中國賺錢呢 那這些有一種很酸漆漆的 這些真是 內地很典型看到的一些 所謂這些很low key 很低檔的一種言論 但是產生了這個法學作用 就是其他全會就炒了 那首先就質問 你什麼角色 你參加這個中國隊 那你現在是美國人還是中華人 那哈文一輪 追查他參賽的背景 那也挺大壓力的 但是谷外寧就很厲害 不單止頂住 還可以表現更加出色 贏了兩金一銀 那但是呢 對於谷外寧呢 其實呢 在國內那個的評論呢 都蓄勢以待 因為有一些人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1450 1450就是代表台灣的水軍 專門用來架架陣 打信息戰那些人 就是專門挑動國內的矛盾 專門說一些你不合聽的話 的一種在網絡賺食的人 1450 這個就是台灣給這些人的專稱 聽說和這個撥款有關 所以是1450 但是我們不要深究了 總之1450的水軍 很喜歡挑動這件事的 就是切言 當然也不排除國內的人 都會有仇富的心態 不過谷外寧呢 你又漂亮啦 你又有本事啦 你就是走過來呢 就是認親認戚 差不多啦 你不是中國人吧 認親認戚 就是拿廣告啊 這些就是典型的心態 西方毛仔看著來 那麼多矛盾 就說說這些 中國這些人呢 就是中國不是一個什麼 很和諧啊 很吸引人才的地方 又在這些官僚操弄啊 又在那裡花錢啊 又在那裡搞一些不正當的事情 總之你美國人或者歐洲人 對中國任何正面的事情 都要加以負面去詮釋的 這次機會來了 這次機會來了 為什麼來呢 就是這個谷外寧呢 就在他的微博 出了一篇文 就很短的就說 謝謝中國 那就是講一輪 就是他 就是似乎多謝中國 這個說話呢 就立刻有些網民很聰明 他說 應該不是謝謝祖國呢 大哥 就是祖國 你真的叫人家不用回美國嗎 他真的是美國人 如果真的這麼說 他的祖籍是美國 就是當然 你現在是不是中國人 他是不是變了中國籍 我們不知道 就是沒有清晰的那個 那個的證據 都沒有出來澄清過 那你也說 多謝中國 都說不對啊 這個祖國 馬上引出來 就是 一些這樣的所謂 很酸氣的批評 就是說都說了你的 你國外寧 還不是這個 在這裡利用我們中國 整件事 更加比外國媒體 好像塑造到一些不光彩 你代表中國拿到這樣的獎牌 繼而是跨過美國 美國這件事受了不辱了 那原來你幫助這個中國 幫他們出賽 其實都不是很光彩 也不是很受歡迎 整件事本來是美事一中 硬硬現在就發酵了 全世界尤其是西方媒體 追著這張新聞說 整件事是不是這麼美好 不是這麼美好 你走就被人罵 第二 你知道是祖國還是中國 你心裡有誠意 要搞黃這件事 那麼 高外寧 之前最近 也都受到 國家都幾高榮譽 都受到讚賞 都有一個認同 不過對於內地那些 那些低層次的網民 我想說一句 他彼此都買不到 這個榮譽 就是說你拿兩金一銀 無論美國從這個金錢去推敲也好 從什麼方面推敲也好 因為谷外零 如果是為了錢的話 我想他的可能 得不償失 因為你回到美國 無論什麼 遲些會不會回到美國獨孫 他一樣是有壓力的 一樣有些美國人 又很酸 告訴你你回來 為什麼 中國 北京大學 你不要去清雲大學 基本上 他真的有可能是對 中國的情懷 他的血統有一半是中國 他媽媽是中國 他是有一個很明智的一個想法 這是一個自己個人自由的選擇 至於拿不拿到 別人根本就算在美國出賽也好 一樣是可以拿到這麼大的所謂的名同利 不會因為來到中國會增加了 但是我不要講這個道理 免得要講道理道理的東西 講不清楚 也不跟你辯論 我又說這件事 應該是當作信息戰 當作認知戰爭的準備 更加多的民眾應該重磅 第二出來要挺這個谷外寧 尤其是挺這個谷外寧現象 谷外寧現象就是說 中國是吸納美國人才 很多被谷外寧 同等優秀北京領域的人 都可能會深惠中國 因為中國剛才良麗 比起美國 過之言不及 所以這件事都不能當作什麼 如果有1405的話 所以有網軍水軍的話 也都無妨 一起要捉一條防線 捉一個所謂的認知戰爭 去挺這個現象 講好中國故事 不是我媽媽和我睡覺說故事 不簡單 講好中國故事 就是整個深戰 整個信息戰爭 鞏固中國形象 幾條防線 幾個工具 一種武器 雖然你說武器化這樣 好像有些問題 全世界都用 傳媒、自媒體 所謂不同的輿論出來做武器化 我們做武器化怎麼辦 不要常常說中國人很厚道 說什麼話 我給你打一巴 然後給你打另外一巴 頭也給你打一巴 如果不鞏固這個鞏固靈現象 你就會讓它發酵的話 第一件事 就會引導成一個不可知的一種所謂的 這個現象危機 這個不是單是所謂公外令的問題 整個中國 就是我們本來美史一宗 就是說我們得到很高的榮譽 我們又能夠人才這件事 就變成一件 就不是很光彩的事 這件事不能在哪裡發生 所以都是 在公外令這件事發展裡面來說 誰挑骨頭挑到 謝謝中國 你不叫謝謝祖國 這件事也不能推敲 如果他說謝謝祖國的話 我想他回去美國 就真的會有些問題 這個叫個人的利益 所謂的考慮 好了 作為我們自己 中國人 我們也要考慮我們的利益 所以 就很希望大家 也正視這件事 也不要用什麼心態去 就是很仇富 可能太成功 於是他就踩下他 這是屬於我們中國人的事 中國人的面子問題 所以 我是支持 郭外令 非常反對 這批的所謂 潛坐1450 以及外國的傳媒 對我們作出這種認知作戰的攻擊 是G推特 所以 待會兒 後來 會兒 在宣告 在宣告 發尹 狼 Cut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